历史上美女如云 但没人能像她一样 具有如此致命的吸引力 她的魅力不仅改变了 罗马共和国的命运 也改变了世界的走向 她的魅力让率领罗马军团 征伐四方 把地中海变为 罗马内海的凯撒大帝 败到她的魅力 让凯撒的继任者 马克安东尼 丢下军队 国家和荣誉 身败名列也在所不惜 后来她被乌大维情货 乌大维冷眼 打亮她那爵士的容颜 想把她带回罗马 举行炫耀式的游行 骄傲如她 会甘愿接受这命运吗 大家好 欢迎来到扁斗看电影 本期带来 埃及传奇女法老的故事 史诗传记篇 埃及延后 公元前48年 罗马内战 凯撒打败庞培 结束三巨头共治的时代 成了罗马唯一的统治者 凯撒巡视战场 面对遍野横施 全然没有得胜将军的狂喜 只有对伤亡士兵的悲悯 他宽大处理被俘的官兵 允许他们编入自己的军队 光荣地返回罗马 一来天性使然 凯撒一贯宽厚仁慈慨大度 二来策略使然 都是罗马的战士 他们将来也会支持自己的统治 随后 凯撒将主力遣回意大利 自己率一队人马去埃及 追击逃亡的蓬佩 当时 埃及是罗马的盟国 有独立的王权制度 11岁的托勒密十三世 与21岁的姐姐 克里奥佩特拉七世 也就是埃及 宴后 没有按照先王的遗嘱 姐弟成婚 以国王和王后的身份 共享王位 埃及陷入内战 凯撒的舰船 驶入了埃及首都亚历山大港 这里是当时世界上 最大的贸易中心 仅次于罗马的第二大城市 远处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 亚历山大灯塔 作为当时地球最高的人造建筑物 为入港的船只 持续照亮了1500年 近处 是人类古代最伟大的图书馆 亚历山大图书馆 从托勒密一世到埃及艳后 苦心经营近300年 珍贵的羊皮卷古籍 70万卷之多 藏书包括几何原本真迹 亚历士多德的手稿 柏拉图的评论 剧本 西伯来的旧约圣经等等 传之靠岸 正好赶上热闹的集市 相比托勒密十三世的帝王派头 凯撒的出场 则显得亲民许多 啊 the wine of Samos how much of your wine poor drachma sixteen of your wines my men hail hail the senate and the people of rome hail king ptolemy and uh his sister co-ruler queen cleopatra they will tell you so but cleopatra's dead she tried to kill me and then we chased her off into the desert and there she died 得知艳后流亡 凯撒有些不满 因为先王死前曾请托罗马元老院 监督遗诏诏的执行 为了讨好凯撒 托勒密十三世 为他准备了一份大礼 用罐子装着的庞培的人头 逃到埃及的庞培 曾向托勒密十三世 请求庇护 托勒密十三世 假装答应骗庞培上岸 然后杀害 希望以此取悦凯撒 可凯撒却并不开心 庞培是凯撒的同事 战友 女婿 两人并没有什么深仇大恨 他下令找到庞培的全师 尊荣礼藏 凯撒入驻了埃及王宫 晚上 一只船载着一捆毛毯 悄悄驶入了亚历山大岗 男人抱着毛毯来到凯撒面前 说是埃及宴后送来的礼物 必须亲手交给凯撒本人 而且必须凯撒独自打开 凯撒令将士们出去 说道 说着凯撒打开了毛毯 竟然是艳后本人 初次见面 凯撒被眼前的景象迷倒了 此时的凯撒54岁 而眼前的艳后21岁 艳后因死里逃生的冒险经历 和通过这种方式 见到凯撒感到异常兴奋 凯撒很快回过神来 表示这里危险 我马上给你安排卫队 艳后骄傲地回应道 这是我的王宫 你是我的客人 何需你安排卫队呢 艳后聪明活泼 气质不凡 凯撒跟他对谈 丝毫感觉不到年龄的鸿功 反而艳后的气场压住了他 刚要坐下 艳后突然盯着凯撒 凯撒像做错事的孩子 凯撒月女无数 有过三任妻子 在女人面前如此手足无措 还是第一次 Caesar as quickly as possible 夜深了凯撒不想聊这么多 让艳后先去休息 短短的几句聊天 让凯撒对艳后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艳后从小博学多才 阻止多谋 擅长科学和算术 精通七国语言 为达目的 他总是不择手段 善用各种刑罚和毒药 甚至自己的信息引力 一开始 艳后还和凯撒保持着距离 为了防止被弟弟下毒 他的侍女总会先吃一口嗜毒 凯撒通过手下打听艳后的信息 找机会跟艳后说说话 而艳后看似冷艳高贵 却也默默回应着凯撒的好感 他对征服这个世界上 最强大的男人充满兴趣 艳后偷窥凯撒 注意到他偶尔会犯抽搐 而这时候需要有人帮助 艳后请教了医师 得知这是癫痫 只可缓解 很难治愈 凯撒叫来托勒密十三世 试着当面调解 令他与艳后完婚 共治埃及 可托勒密十三世拒不接受 他离开了亚历山大城 在外面调兵减将 准备对付凯撒 这天港口停了很多敌人的舰船 凯撒下令放火烧船 亚历山大港燃起熊熊火焰 结果火势蔓延到城里 给文明世界带来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艳后找到凯撒 问道 两人撕了起来 吵着吵着 距离逐渐缩短 直到最后逼近于零 这就是不打不相识吧 说不上来是谁征服了谁 两人就这样沦陷了 战况紧急 凯撒拿上铠甲武器夺门而出 面对数倍于己方的敌人 一番巡视后 派出了战规 以铲除敌人的攻城炮塔 凯撒人马不多 处境很危险 但他已习惯了绝处逢生 所以他和他的部队 似乎都不为战争结果担心 从凯撒个人来看 眼下的困难和危险 反而让他产生了一种 特别的骄傲和喜悦 因为埃及艳后目睹了他所做的一切后 对他的能力和胆识充满敬仰 并用爱回报他为他做出的牺牲 这天侍女试毒后 用纱巾擦拭了下杯口 这个动作被人注意到了 侍女解释道 这样做只是为了避免污染杯子 既然如此 艳后让他再尝一口 侍女不敢跪在地上求饶 招供说全臣波迪诺斯指使的 艳后原谅了侍女 让他一饮而尽 一如平常 凯撒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他处死了波迪诺斯 流放了托勒密十三世 这个小可怜最后被他姐姐毒死了 就这样 凯撒解决了王位之争 扶持艳后为埃及唯一的统治者 艳后对凯撒充满感激 凯撒的癫痫又犯了 他不想在人前暴露弱点 让艳后赶紧走 艳后偏步 艳后照顾着凯撒 凯撒向他敞开心扉 凯撒以罗马执政官的身份 为艳后加冕 各国国王和使臣都下跪了 除了罗马的将士们 凯撒见状 示意他们跪下 将士们这才照做 艳后提醒道 凯撒表示拒绝 没别的意思 就是不习惯下跪 艳后踢给他一个垫子 赶紧的吧 凯撒还是跪了 埃及是罗马的附属国 罗马的领袖 是不应该给艳后下跪的 但奈何 艳后征服了凯撒的人呢 就这样 凯撒留在了埃及 沉醉于艳后的温柔乡里 艳后和凯撒都精通文学 凯撒写的高卢战绩 艳后也曾败读 他很欣赏凯撒的文笔 但觉得里面的描写 有点过于繁复 凯撒虽有三任妻子 但一直遗憾于没有儿子 现任妻子卡普尼亚 更是不孕不育 艳后说道 亚历山大的灵旧前 艳后鞭策凯撒 要继承他的梦想 完成征服大业 统一全世界 以亚历山大成为首都 凯撒表示 艳后的野心比凯撒还要大 此时 罗马上下对凯撒谴责不断 作为罗马执政官和军队最高统帅 长时间善离职守 沉迷美色 让合法妻子独守空归 为此凯撒修改了法律 在埃及跟艳后结婚 他听不进去有人的任何规券 尽情享受着与艳后为伴的美好时光 共度凉宵 夜夜升歌 后来 艳后如愿为凯撒生了儿子 艳后命人把孩子送到凯撒面前 根据罗马法律 一旦当众抱起婴儿 他将被视为凯撒的继承人 凯撒毫不犹豫地把他举起 此时元老院的空气中 飘荡着一些流言蜚语 凯撒已经是埃及国王 儿子叫凯撒里奥王子 这名字起得真好 作为罗马帝国的继承人 正合适 他们担心凯撒回罗马后会称帝 摧毁共和制度 马克安东尼是凯撒多年的副官 最忠诚的铁杆 凯撒做什么他都支持 19岁的乌大维 是凯撒的养子和生孙 从小苦练演说术 博览群书 参与内战 跟凯撒一样能文能武 二人未来将成为最大的对手 舆论压力下 凯撒暂别艳后离开埃及 在非洲和中亚继续征伐 以稳固江山 而这期间 艳后独自恢复了 埃及的稳定和秩序 恢复了战争破坏的城墙 宫殿 以及亚历山大图书馆 虽然50万卷的 备份手稿的损失无可挽回 但艳后在他的有生之年 努力地重新收集了近20万卷 开创了埃及文化和商业 同时繁荣的盛事局面 两年后凯撒回到罗马 一来庆祝凯旋 二来治理国事 元老院授予凯撒终生执政官头衔 不是国王 罗马人不允许存在国王 因为他们好不容易推翻了暴君 创立并延续了近500年的共和制度 由元老院执政官和公民大会三权分立 艳后不理解 真正的最后紀念 由于天下的国人所知 那时尊与了 那是周末军事 尔法自分裁 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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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后叹道真是徒有虚名 凯撒的加冕典礼上 罗马城万人空巷盛况空前 因为有贵宾到来 埃及验后 凯撒等了很久也不见验后 旁人告诉他 围观的市民太多 验后的队伍前进得很慢 事实证明 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 验后的队伍入场了 即便见多识广的罗马人民 也是第一次亲民这样的场面 比征服者们的凯旋游行 还有声势厚大 花样百出的表演过后 埃及验后正式登场 验后落定 所有人起身 袁老院几人不是很情愿 坐台从高处台下 验后带着儿子来到凯撒面前 弯身鞠躬 以示臣服 欢呼到达了顶点 一切都如此完美 安东尼感慨 家人团聚 凯撒教儿子 怎么像国王一样走路 说实话 这萌娃实在拿不出国王的威严 不过他学得很快 凯撒曾不止一次地公开表达对终身执政官头衔的不满 他想要更进一步 为此他在元老院任命了半数亲信 但这种事总是不方便直说的 安东尼曾在一次庆祝活动上提议把王冠戴在凯撒头上 却遭到一些人的强烈反对 民众的意见和元老院的差不多 一半支持 一半反对 当然后者的情绪很激烈 尤其是当埃及艳后住进凯撒的宫殿 而罗马妻子卡普尼亚却被冷落一旁 如果要当罗马国王 凯撒还没能征服所有人的心 一具被捅死的尸体被扔进了艳后的花园 这是暴徒的抗议 然而凯撒无视了反对的声音 神庙里他为艳后打造了一尊女神雕像 共众人膜拜 眼看给自己也要打一尊 以布鲁斯特为代表的共和派 神经紧张 密谋着 一夜暴雨过后 这天早晨 凯撒兴志勃勃的来到元老院 准备迎接封王的提案 安东尼陪在他身边 随后被人支走 凯撒独自进入剧场 被共和派们围了起来 随后便上演了历史名场面 元老们拿出匕首刺向凯撒 一人一刀 这样谁也不知道哪刀吃命 凯撒就这样倒下 光天化日之下 群臣对即将加冕的帝王公开行刺 这场政变成了历史上 最害人听闻的事件之一 就像建立罗马帝国的工业一样 让凯撒在天传奇色彩 凯撒死时58岁 死后被列入众神行列 被封为神圣的尤里乌斯 凯撒的遗嘱是一年前写下的 指定养子乌大维为自己的继承人 由安东尼监督执行 这样的安排也是对 艳后母子俩的保护 没有人会针对艳后 但艳后还带着小凯撒连夜离开了罗马 安东尼触碰了艳后的手 从他手里拿了一条黑色丝巾 安东尼目送艳后远去 闻了闻那丝巾的异箱 多年前 安东尼曾出访埃及 对11岁的小艳后一见倾心 后来一直将这份迷恋 像种子一样深埋心中 如今 这种子有了发芽的土壤 凯撒死后 安东尼和乌大维合作 部署战争 讨伐凶手 安东尼打仗勇猛无敌 持续两年的战争 确立了安东尼的地位 使他一时间成为 罗马声明最显赫的男人 菲利比之战过后 以布鲁斯特为首的共和派 被悉数清除 安东尼用自己的披风 覆盖着布鲁斯特的尸体 以表敬意 他们曾是朋友 布鲁斯特曾要求 共和派的其他元老 在保证不伤害 安东尼性命的前提下 才答应参与刺杀凯撒 自此罗马进入了短暂的后三头同盟时代 随着乌大维打败雷毕达 又变成两头对峙 乌大维统治西方 安东尼统治东方 包括埃及 但安东尼一直没去见埃及艳后 即便打仗缺钱粮 而艳后手上有无尽的穀物和黄金 安东尼还是不愿去 他派最信任的鲁菲欧 去埃及请艳后 艳后拒绝了 即便是邀请 不是召见也不去 他表示自己不愿意离开埃及本土 不过艳后一直关注着安东尼 凯撒死后 安东尼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男人 他对于征服这类男性 总是充满兴趣 当安东尼一筹莫展的时候 一艘豪华邮轮的入港 引发了民众的狂热围观 这艘邮轮从埃及而来 穿越了地中海 是专门为这次出行造的 装修之精美 气势之壮观 显所未有 镀金的船身 镀金的脚 红色的帆 乘风破浪 女孩们撒着新鲜的花瓣 埃及艳后站在中央 仙气荡漾 艳后不打算下船 因为舱内仍算是埃及领土 安东尼激动登船 安东尼感慨 艳后还怀念着凯撒 他为凯撒打造了一尊雕像 脖子上戴着 印着凯撒头像的金币组成的项链 艳后准备的宴席让安东尼开了眼 狗熊 孔雀 各种奇珍异兽 奇葩考串 不过艳后表示 乘船出海所备有限 排面代表着他对男人的重视程度 安东尼酒后吐真言 说自己一直活在凯撒的阴影里 干什么都不如凯撒 但他不嫉妒凯撒的宫与明 唯独嫉妒艳后对凯撒的爱 自从第一次见到艳后 安东尼就无法摆脱对他的痴迷 他压抑了太久 几乎让自己疯掉 他不敢见艳后 因为在他面前他会语无伦次 不过今天 安东尼终于可以走出凯撒的阴影 把自己的爱尽情喷涌出来了 他一把扯掉艳后的项链 稳了下去 当然 艳后也不会拒绝这个男人 破冰之后 两人义无反顾地投入了爱河 安东尼本来就是浪子 他堕落起来比凯撒更加彻底 整个冬天 安东尼无节制地沉迷于 埃及艳后的美色中 艳后也完全将真心交付于安东尼 与此同时 乌大威则在罗马广结人心 巩固权力 不摇重伤安东尼 说他越来越像个埃及人 艳后提醒安东尼小心乌大威 一年之后 安东尼还是回了趟罗马 乌大威为了拉近安东尼 将妹妹乌大威亚许配给他 结果 安东尼对乌大威亚实在是提不起任何兴趣 他的心还在艳后那里 两人无话可说 一开始 艳后听到这场政治婚姻的消息是崩溃的 怒不可遏的 他对安东尼投入的是真感情 而且确定这就是自己最后一个男人 他感受到了无耻的背叛 但当安东尼硬着头皮回到他身边 抛下罗马总督的身份 跪在地上认错时 他又原谅了他 不过艳后还是很生气 一是女人天性中的嫉妒 二是恨安东尼太软弱 对乌大威百依百顺 艳后对乌大威厌恶至极 他不仅夺走了小凯撒的继承权 还想用妹妹绑架安东尼 艳后咬牙切齿 于是安东尼听从艳后的安排 一直休疏到罗马 跟乌大威亚离婚 再跟艳后结婚 又让小凯撒当上了埃及国王 自己则带着军队 待在埃及不走了 乌大威气炸了 他对姐姐感情很深 姐姐遭遇的背叛 让他对安东尼的反感上升到了仇恨 于是他煽动元老院和罗马人民 对安东尼发起讨伐战争 咽后派来调停的使者 还没有来得及说一句 就被乌大威用标枪当众射杀 接下来便爆发了著名的 堪称罗马帝国奠机之战的 阿克提姆海战 乌大威的400艘战船 在希腊西海岸 对阵安东尼的500艘战船 安东尼擅长陆战 却选择了海战 而且打海战也跟陆战一样 直扑中心 向乌大威所在的战舰而去 如果在陆地上 将领们还可以保护他的侧翼 但在海上 就只有他孤军深入 安东尼很勇猛 当他以为擒获乌大威的时候 才发现自己中计了 指挥官不是乌大威 随后 安东尼的剑肢被合拢包围 仿佛一只受伤的熊 被一群野狗围攻 咽后剑状 以为安东尼已死 下令自己所在的剑肢 全速撤退 而安东尼见艳后离开 竟然无心再战 不顾几方伤亡惨重 独自一人离开战场 追艳后而去 安东尼此举 引起了全军上下 和罗马人民广泛而强烈的愤怒 这样的临阵脱逃 没有任何理由可言 要说理由 为了女人 为了爱情 可重要的是 安东尼的主力部队并未受损 舰队并未被打败 而且尽管主将逃跑 舰队也一直抵抗到了叶里 可惜最终战败 事后安东尼冷静下来 也意识到自己大错特错 对艳后大发脾气 对自己自暴自弃 艳后为自己的离开道歉 但她是有理由的 安东尼陷入了极端的自弊 他为了艳后抛下了成败 荣辱弟兄 作为战士 没有光荣战死 而是当了逃兵 艳后安慰道 为了真爱 当逃兵又如何呢 的确江山易得 真爱难寻 安东尼好受了一些 决定重整旗鼓 带着自己最强大的陆战部队 跟乌大维 做最后的决战 决战日到来的这天早上 安东尼发现军营安静的可怕 出去一看 营地空空如也 所有的人都走了 鲁菲欧被刺死在地 人心散了 在被他抛弃之前 战士们先抛弃了他 安东尼只得一亿人之力 面对乌大维的千军万马 乌大维下令战士们不要还手 没人成全安东尼 战死沙场的梦想 安东尼只能切腹自杀 最后在艳后怀里死去 乌大维的军队开进了埃及王宫 小凯撒提前被护送到安全的地方 艳后把一切后事都安排妥当 乌大维面对艳后 惊叹于他爵士的容颜 乌大维盘算着埃及艳后第二次光临罗马 盛况必须超过第一次 艳后放下骄傲 答应了乌大维保证不会自杀 不过他现在需要休息 令乌大维支走卫兵 乌大维同意了 随后 艳后令侍女拿来一个果篮 里面放着无花果和一只小动物 艳后将手放入其中 瞬间的刺痛过后 他平静而体面地睡去了 乌大维一直都不知道艳后怎么死的 这成了一个千古之谜 据说那小动物是一只脚魁 至此艳后亲手结束了三百年托勒密王朝的基业 埃及变成了罗马的一个省 乌大维霍丰 奥古斯都称号 成为罗马帝国第一位真正的皇帝 埃及艳后于1960年正式开拍 拍了三年 没有用特效 罗马城和埃及宫廷全都是实景搭建 投资4400万美金 相当于现在的22亿人民币 导演版6个小时被压缩到4小时 结果票房惨败 评价一般 反复重映也只收回了2000万 几乎成了史上赔的最惨的电影 让20世纪福克斯公司濒临破产 本片虽然获得了4个奥斯卡奖 但都是非表演类的服装摄影视觉效果奖 与同样为罗马历史片的 冰须不可同日而语 的确电影本身问题很多 埃及艳后的故事从20岁到40岁 跨于20年少女的养成交织着 罗马的权力游戏 埃及的王朝更迭 一部4小时的电影是无法还原的 只能跳跃性地放大几个重要历史节点 而且会省略大量细节 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中国观众 直接看根本看不懂 演员表演和台词有很重的话剧舞台感 大段冗长的爱情戏 伊丽莎白泰勒只演绎了30岁左右 这个年龄段 成熟 睿智 刚刚好 但少女的活泼和灵动感却稍显不足 读罗马历史和艳后传记 能明显感觉到这段历史之丰富宏大 埃及宫廷生活至穷奢极欲 艳后之聪明活力 甚至残暴毒辣 他是毒物专家 曾用囚犯和战俘做毒物实验 甚至以欣赏他们死前的挣扎取乐 人是复杂的 艳后也有统治阶级的一些传统陋习 但这点电影也并未展现 好了 电影带我们走进生活无法到达的地方 本期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点赞越多 更新越快 聚集解说 进在我的微信公众号 咱们下期见 拜拜